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版本A 我是V-Rat 版本龍啊 凱西 我們現在呢 在墾丁 然後我們剛起床 吃完早餐要來去墾丁的海邊 今天天氣是蠻熱的 不過我們看我們的凱西 是一點都不畏懼這一個天氣 所以他獨自的穿上高嶺毛衣 與整個墾丁奮鬥 沙灘上一直有人在整狗狗玩 你丟我撿的遊戲 他們超可愛的 然後我們好奇就過去看了一下 給我們 他是這邊的狗狗不是太癢 他就超可愛 此時的我們 已經悄悄地踏入了這一家人所設好的陷阱 還是這一隻狗狗所設好的陷阱呢 等一下 你們看到了嗎 遠方 他們已經落跑了 於是我們就展開了七七四十九回的拋街遊戲 非常得好玩 而且我們也一直找不到抓交替的對象 所以只能一直玩一直玩 阿婆媽要say goodbye了 趕快走 來了他的腳好酷喔 他太快了 哈哈哈哈 好了他知道我們都跟他玩了 他知道我們要走欸 然後他就帶著骨頭 去找別人玩 欸 對啊 我們跟阿黃玩完 我們要離開墾丁的海邊了 掰掰 來吧 龍潘公園 哈哈哈哈 從背後看那個頭髮蠻像的 頭髮還是不像 沒有頭髮還是不像 秋天混黃金喔 你好帥喔 沙沙很帥欸 沙沙 這裡風景太猛了吧 我的天啊 竟然第一次來 這個愛西子不對其實怎樣 破壞我畫面 我真的是第一次來這裡 但是這裡的風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三面耀望到海 然後是一個大大的草原 很喜歡這裡 所以推薦給大家 有機會可以來 下一家來到田中漁服 已經查過 這是附近平價最高的一間店 料理 黑松露燉飯 它是一大異式的風味菜 這邊點菜方式很特別 選擇你想要的料理方式 還有你喜歡的海鮮 還會幫你做組合的搭配還有建議 在雙方都確認過料理的方式 還有內容還有價錢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做這些菜 這些餐廳真的蠻好吃的 這間店的招牌是黑松露燉飯 松露的味道很香很濃 是我下次來肯定還是會想吃的 好十六取二我們要來去台郊 達仁鄉 就是神功症 黑爛身體 你身體好爛喔 吃藥啦 我們到達仁鄉啦 這邊是一個排灣族的傳統部落 一開始我們在部落裡面閒晃 最後遇到了一個阿姨 她就跟我們說可以去童木家參觀 於是我們就採納了她的建議 現在要開始尋找童木家 於是我們現在任務呢 已經轉變成為找到童木家 一開始還害怕找不到 結果童木家超明顯 欸我是不是解到石頭部縮了才要去按這個電鈴 因為感覺真的超怪的 你就是去按一個人的人家的門鈴 然後要問他能不能參觀欸 最後發現古童木家沒有人在 所以我們現在目標該往 找下一個童木 達仁鄉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 包童木的家 我們來去問問看 他是不是能讓我們參觀 你好 剛剛有人說我們可以來童木家參觀 自己進去嗎 自己進去嗎 自己進去就可以了 真的嗎 好沒關係 沒關係嗎 如果你現在問我這趟旅程最特別的是什麼 我絕對會說是我們去 童木家參觀這個童林屋 裡面就是他們的童林信仰 還有他們打獵的獸骨 還有許許多多的酒 裡面有很多他們手工的雕像 還有以前可能封典季的畫面 都讓我們覺得很特別 好 我們開始進去 經典 是的 今天那間檢看 選定安靜 進去 這才有寫字 什麽 這有寫字 這有寫字 原來沙灘上看到的字就是 這是南迴藝術寫的 芝本 芝本海灘 one way only 芝本沙灘 其實一個 嗯 滷路無人之境的景點 這裡真的整個又再次的被包場 無數的包場的景點 腳手部 樹要去走那個木橋 來 剪刀 石頭 布 他這是故意弄一個鐵板當木橋耶 你可以嗎 他是真的應該是有故意搭的齁 只是他搭的 搭啦搭搭搭 我覺得不行 這個鐵板踩下去 水就會冒出來 他是不是先下去了 對 好吧 技術上出現問題 應該是無法過去 下雨了 Let's move 我們要離開沙灘的路 就是這麼的小 好 晚餐我們來到台東市的米巴奈 這裡是一間很特別的原住民特色餐廳 裡面連服務人員都穿著傳統的服飾 但我的評論就到這邊了 晚上我們又來喝了各位同學 這趟旅行真的是酒精寬島 這間酒吧就是真的很像一間酒吧 這幾天以來喝到最像酒吧的一間酒吧 今天旅程又到這邊結束啦 大家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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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然後